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准备向秦四元与宁义等人发难 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了 光是通过自己来找宁义的就已经有三个人 他根本不敢想象还有多少人正在通过其他的门道找他 更不敢想象宁义到底能不能躲过这些人的鸣枪案件 一直到了第二天 他心中还依然十分焦虑 以往他听英雄豪杰的事迹时总是十分仰慕 他们为了道义与良知 不顾个人安危的英勇和豪迈 但如今这样的事发生在自己的朋友身上 他心中却只余下忧虑了 他默默地整理着思绪 准备下午去找宁义提醒他多注意安全 或许是自己过分担忧了 以宁义的才感肯定对此事早有准备 但无论如何也得先告诉他 已经有人盯上了他才行 然而刚过中午 他正准备出门时 却听丫鬟进来通报说 左继兰公子已经到了 请诗诗姑娘把他带到宁府与宁公子见面 诗诗还想拖延一下时间 便让丫鬟出去对左继兰说自己现在还有些事 要过些时候才能出门 请左继兰到楼里来稍坐片刻 但不久后丫鬟便又回来 向诗诗转告左继兰的话 说他就在樊楼大门外等着 不打算进来了 男子在女子面前 故意表现自己的强势与霸道 诗诗这些年已经见得多了 此时也懒得理会 只是赶紧去找李运 跟他说左继兰可能要对宁义不利 请他先去找宁义报个信 自己争取在楼里再拖一下时间 李运闻言神色古怪地看了他一眼 不过最后还是亲自出门找宁义报信去了 待李运出了门 试试多少松了口气 他走进了樊楼二楼一个对着大门的房间 稍稍打开窗户朝外看去 只见左继兰正站在大门外 与王志珍说这些什么 过了片刻 街道上一个人走到两人身旁 与他们攀谈了起来 试试认得那人 却是公布一位姓李的原外郎 只是没想到他也认识左继兰 三人笑着交谈了一阵 只是左继兰时不时就回过头来 皱着眉看向身后的樊楼 试试知道自己这样拖延时间 必然会得罪左继兰 但与宁已面临的危险相比 这不过是一件小事罢了 他正考虑着一会儿把左继兰带到宁府后 该怎么缓和气氛 以免双方当场撕破脸 却听楼外忽然传来一阵骚乱声 随后左继兰的声音传来 你干什么 然后只听一声惨叫 楼外陷入了一片混乱 左继兰其实并没有把这次进京看得太重 只要对唐叔左后闻将目前的事态讲清楚 然后在他的引荐下 拜访与左家交好的官员 再替齐方后将他的信送出去 在左齐两家的合力之下 相比自然会感受到压力 更不必说仅仅是一介坠续的宁丽恒了 如今这一切都已经办妥 他也该去告诉那个宁丽恒 他如今面临的是什么形势了 作为一个有身份的人 他一开始自然还是会保持应有的礼数 但最后他会明明白白地告诉对方 你要再敢当我的道 我一定会弄死你 对这样的小角色 不妨把话说得明白一点 至于李诗诗 他这次上京其实并没有要寻花问柳的意思 不过既然叔父特地为自己安排了这个机会 李诗诗的相貌气质又确实出众 如果自己能在离京之前俘获他的芳心 似乎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 京城里恐怕有许多人重心捧月地哄着这个花魁 但左基兰并不屑于这么做 李诗诗让丫鬟请他到楼里来等着 他却根本不进去 只是在门外等着 其用意不言而喻 本公子没有功夫等你 你赶紧给我出来 一些被骄纵惯了的女子可能会因此而动怒 但左基兰自然有这个资本 许多女子自然一开始恼怒于他的霸道 但最后还是乖乖地被他驯服 女人嘛 说到底就是贱 不过这次他等了许久都不见李诗诗下来 也不知道李诗诗是不是在玩欲情故纵的把戏 他心里已经开始不耐烦了 这个女人难道不知道自己有正事要办吗 竟然还敢玩这些有的没的 左基兰正等得心头火起 此时路上却正好有一个乞丐朝他撞了过来 于是他随手便将那人推了出去 你干什么 与左基兰相比 王志珍对官场的错综复杂有着更深刻的认识 他喜欢这样的感觉 这次他与左基兰上京 在这样铺天盖地的大潮面前 他们最终也只能选择妥协与屈服 而在王志珍看来 这正是这个游戏的魅力所在 李庚 秦四元 李贫 宁义这些人也许很有魄力 也很有骨气 但现实会告诉他们 逆朝流而动会是什么下场 数以十万计的人将在这一次饥荒中死去 自己也觉得很遗憾 但世人的欲望又怎么可能被压制 若有朝一日自己大权在握 绝不会像他们这样愚蠢地躺避挡车 而是会以更有效更合理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在此之前 他很乐意看到这些人因为自己的愚蠢而付出代价 他正这样想着 眼前却忽然出现了让他始料未及的一幕 你干什么 一个乞丐不知道是不是饿昏了头 忽然朝左继兰撞了过来 左继兰随手将他一把推开 却见那乞丐被他一下推倒在地 头砰的一声摔在了地上 阴红的鲜血开始从额头上不断流出 左继兰与王志真见状都愣了愣 但左继兰马上就反应了过来 他娘的 赶在我这碰瓷 也不看看是什么地方 给我打死他 不 抓住他 送开封府严惩 左继兰这样一吼 跟在他身旁的护卫 马上就围住了那乞丐 正打算把他抓起来 却见不远处一队捕快 快步走了过来 你们干什么 喂 那个捕头 你给我过来 这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碰瓷 快将他押到开封府家严惩 你们是什么人 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行修 这位捕头 我乃公布云外郎李靖 说起来 对 你 你们干什么 快去请大夫 不然要出人命 竟敢蓄意生人 喂喂喂 干什么 你们不想活了 一片混乱中 捕快们拿起镣铐 就往左继兰身上套 在楼上看着这一幕的诗诗 瞪圆了眼睛 连他都看得出来 那乞丐明显是碰瓷 捕快们却不知为何一口咬定 是左继兰蓄意生人 眼看着左继兰 已经被捕快们控制住了 那位姓李的公布云外郎 大声赤贺着 让捕快们放人 却无济于事 左继兰刚开始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 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此时终于反应了过来 开始挣扎着大喊 她生死礼节的喊声中 一个男子从人群中走出 朝那位李员外拱了拱手 两人低声交谈了两句 随后李员外回头 看看已经被捕快 嫁入的左继兰 脸色变换不定 随后那男子 又向王志珍走了过去 时时此时认出了他 正是秦相的弟子 文人不二 看到李静复杂的表情 王志珍顿时便明白 左继兰是被人暗算了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 简直就是灯头一棒 他还下意识地 想要阻止捕快们 将左继兰架走 但捕快们根本不理会他 左继兰则还在叫嚣着 让王志珍找人 把他们全弄死 王志珍还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 方才与李静说话的男子 已经朝他走了过来 这位是王志珍 王先生吧 久仰大名了 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知不知道 晚生只是过来 将一封信 转交给王先生而已 文人不二从衣袖中 掏出了一封信 只见信封上写着 左兄端右静起 落款则是帝秦 眼下只是做做样子 左公子被带走后 不会被亏待的 王兄无需担心 这封信乃是家师 秦宫写给左公的 还请王先生带回河东 带为转交 到时候王兄自然知道 该如何接回左公子 时间不早了 京城水深 王先生还是不要乱走 早些回去吧 王志珍此时已经全然不知所措了 他是左继兰最信任的幕僚 囤粮的事乃是他一手操办的 如今秦思源竟直接抓走了左继兰 还写了封信 让自己转交给据说早已绝交的左端右 将这封信交给左端右时 自己到底要如何交代 左端右又会如何看待自己 他已经不敢想象了 捕快们驾着左继兰 闹哄哄地离开了 王志珍手里拿着信 睁睁地站在路边 茫然不知当何去何从 就在此时一道身影 从他身边跑了过去 施施看到闻人博尔的时候 顿时就明白了过来 李运才刚出门不久 李恒和秦相肯定不是从他那里 得到消息后才做出这种应对的 所以他们对此肯定早已有所准备了 这样雷厉风行的手段 让施施多少松了口气 但随即心又紧绷了起来 除了左家之外 还有不知多少豪门大族正准备做出反扑 靠这样丝毫不留情念的强硬手段 又能支撑多久呢 他急匆匆地下楼追了出去 赶上了已经转身离去的闻人博尔 闻人公子 闻人公子 闻人博尔文言回过头来 随后笑着朝狮独拽地下着 莫非是给那位当众商人的公子说情 狮独笑着摇了摇头 我知道他要去找立衡 所以想要在楼里拖住他 还叫了妈妈去给立衡报信 想不到你们直接就动手了 闻人公子 你们现在的情况 挺棘手吧 闻人不二微笑着想了想 恃不轻松 诗诗姑娘也知道了 立衡现在恐怕也有许多的烦心事吧 确实挺麻烦的 最近苏氏布行和轴起的一些供应商 要求他们不再参与赈灾的事 不然就要中断货物的供应 他家娘子顾念旧情 目前还在等立衡表态 还没有对这些人下狠手 今天我来处理左继兰的事 他才回家处理这件事去了 难怪他最近一直这么忙 我有些事情想要找他 明日去府里见他一面可以吗 其实也不是很忙 诗诗姑娘过去 他一定是有时间的 时间回到半个时辰以前 宁易放下手头的工作 离开相府 准备回家会一会 那些过分热心的客人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续》第511章 穿越历史小说 坠续 作者 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巨武八雅居 作诗今生万般神叹 相逢 向前 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坠续》第511章 《坠续》第511章 《坠续》第611章 《坠续》第7章